康熙皇帝毫无疑问是清朝最有战绩的一个皇帝 然而后人却很少听说 康熙皇帝指挥过什么经典的战役 因此康熙的真实军事水平 便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纵览康熙时期的清军战绩 获胜力当然是居高不下的 无论是最初使得平顶三分 还是统台湾 以获逝之后与沙阿 准戈尔之间的战争 清朝无意例外都取得了胜 从这个角度来说 康熙皇帝是一个长盛之君并不围固 横看清朝时期各位帝王 共有两位皇帝在位期间常常打胜仗 一个是实权武功的乾隆 另外一个便是康熙 鉴于康熙处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早期 故而康熙皇帝在军事上的总体成绩 是要比孙子乾隆要好得多 大小和卓的实力等级 比起卢狼似火的准杆 这也要差上一斤 然而细看康熙取得的这些军事战绩 却又很难可以从中找到 可以被大叔特殊的经典战役案例 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平三藩之战 在这场战争之中 吴三贵本人的忽然去世 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藩之乱本身便因康熙的急于消贩而起 结果三藩之乱在起初并没有得到控制 吴三贵的叛军 还是得以席卷了半个将来 清军也只是在吴三贵去世之后 才忽然占据了战争的绝对主动 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样看来 似乎假如康熙能够不急于逼反吴三贵 而是耐心等待吴三贵的身子 此外在清朝击败台湾正式 清军也同样没有在正经还在世的时候 便统一台湾 而在清朝与准嘎尔的战争中 嘎尔丹的忽然病亡 也是使得战争结束的最关键因素 这样看来 似乎对手的衰弱 才是康熙屡屡战旅上的最关键原因 康熙的辉煌军事成绩 似乎也并没有体现出 康熙的军事水平有多么逐渝 康熙皇帝为何却能平定天下 他的真实军事水平其实并不高吗 其实幸运又何尝不是强者的一种实力 能够有效利用对手的失误 这至少说明了康熙在军事上的能力并不弱 虽然康熙平定天下的过程 是有惊无险的 但他自己也并没有在战场指挥上 犯下什么严重的错误 更没有干扰到前线将士们的决断 甚至在征讨准嘎尔的过程之中 还用于御驾亲征 新手指挥关键的战斗 从这些案例来看 康熙皇帝至少有着一个武德之军应有的基本操守 他的水平至少也是及格了的 另外一方面 满清王朝的强大国力 也是康熙能够在战争之中履履取胜的关键 在入驻中原之后 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已然难以被撼动 虽然吴三桂能够造成严重的破坏 正经也能够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 但他们的实力都已经难以与清朝相抗衡了 吴三桂也只能引马长江 正经多次对福建 往东用兵 反而只是消耗了自身的实力 因此在他们死后 他们所拥有过的势力 也很快便摔落了 康熙皇帝还具有一个其他人并没有的优势 那便是他非常的长寿 康熙总共活了68岁 这在古代已经是一个很高瘦的年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14岁就亲政的康熙 自然也就成为了古代在皇位上做的最久的皇帝 康熙所面对的对手们 大多是在之前的乱世时期之中崛起的 比起寿命来 他们自然也是很难熬得过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为何才该被称作 清王朝真正的开国皇帝 在满清入关之后 虽然名义上已经实现天下一种 但实际上清王朝对于西南与东南的控制力 皆有很大的不足 天下仍未能归于一统 大多数王朝开国之初 往往便已经天下太平 建都称帝之后 仍未能治天下者少之又少 清王朝便是其中之一 康熙在位期间 清王朝的战争列度 一点也不低于清朝刚入关的时候 这相当于是又进行了一次开国战争 康熙对于准嘎尔的征讨 则更使得中国古代的王朝 终于对新疆地区建立了绝对的掌控 这使得后来的中国历史版图的稳定 也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在绝对的成绩面前 任何花里胡哨皆不能管用 哪怕康熙时期的清王朝 在军事战争上并没有什么极有魅力的经典战 但最终的结果却说明了一切 对于战争来说 精彩的过程远远比不上胜利的结果 毕竟取得胜利才是战争的唯一目的 具体有没有发生过戏剧化的过程 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 其实 一个在军事上 太过具有戏剧性的军事统帅 不需要太过戏剧化的巧谋 而更是需要绝对实力的稳定碾压 自古善战者未必有赫赫战功 但善战者则必能安天下